在台北市文山区有一间槟榔滩 经营的情侣党长期忧感情纠纷 女方曾经多次告男友性侵 而日前男子一次服药之后又企图性侵 女子是全身赤裸的逃出门求救 但是这男友竟然还将他拖回槟榔滩囚禁 邻居见状报警处理 而检方现在是赶紧将这名恐怖情人生涯境界 槟榔西施穿着少归少 但完全没穿恐怕是有问题 在台北市文山区的这间冰凉摊 老板女友疑似被老板性侵出来叫救命 当时被害女子全身赤裸从店里面逃了出来 被陈姓男友发现之后又被拖回店里面 邻居发现之后赶紧打电话报警 男孩子要冻出一分 有喝点酒 吃两门要吓 吵架 吓到跑出来 附近邻居表示两人虽然共同经营 但争执不断 40多岁的陈姓老板甚至会对女友动手 女子每次提告 但都被男友威胁散布裸罩作罢 被害女子不断隐忍 直到发生这件事后决定不再撤告 警方担心女子遇到危害 5号下午已经将男友具体到案 伸压警戒